P寫的好可愛 為什麼可愛喔 竟然把他寫這麼長 連在這裡面他都要生長 這是有時候他真的生長的習慣 所以P有人可以寫得比較扁 他就稍微寫得比較方 主要是中間這兩樹生的好長 看起來寫得比較短 然後線條比較近 所以看起來就會比較結實 車要把它寫得挺一點 很明顯是左邊來的長 右邊來的遠 上面要最長 下面要最長 右邊要比他低一點 這裡可以高 右邊就這裡可以伸展 沒有比劃 剩下就結結實實寫得方正一點 加一點粗細 旋跟上面那個字又不一樣 同樣是車 車步 因為右邊的那一個比畫素是不一樣 排法也會有點不一樣 好 第一個 右邊只有兩個筆畫 把這裡拉得很開 右邊拉得很長 那樹畫呢 肯定這一筆畫最長 這沒有辦法 雖然筆畫少 但他這個筆畫比較長 布 布是書法裡面先寫一片 再寫橫畫 然後上面是張開了 那下面這個就收緊 這作為支撐的筆畫還可以拉長 這邊 偏旁都是斜的 保持斜斜的 那這好像用點 拉長 然後斜上去 都是有點斜度 那這個弧度 再配上一個 微微翹起來的那 美 美字寫這樣其實還真的蠻美的 很多人喜歡寫成這個形式的美 這樣筆順 其實我也搞不太清楚 到底是先這兩個 最後這兩個 有的是把這兩個筆當最後 我有時候也是這麼寫 有時候真的不知道他們怎麼寫的 這如果是形書就很清楚 灌 灌要看二旋色版 上來古蹟板已經完全都殘掉了 看不出來 這個漿很低喔 不要硬要塞裡面 很多人寫字都喜歡塞在那個縫縫裡面 他都沒考慮到如果塞到縫縫會變得很扁 而且他這裡還有一個束畫要伸長 要給他空間 網友看二旋色版 反正只要殘掉了二旋色版都還在 不太好 因為他是最早的拓 在還沒破掉之前他已經用了 可是他當時 踏的那個功能呢 技術不太好 並沒有踏得很清楚 哇 像這個腳都很特別 中間留一個縫 因為 我們最常遇到的是 中間縫留的不夠 擠不進去 或是右邊那個寫太近了 就黏住了 通常左邊不會黏住 但其實右邊都會被黏住 好 嗯 偏的草道是比其他的草來的距離來的遠了一點 遠了一點我意思是說 其實都很靠近 可是這裡這次就覺得遠了一點 也許是想閃這一橫吧 有可能 好 再來下面是扁的 拉開的 折的 下一個 推上去 第一橫通常比較短 第二橫比較長 有 從下方開始落筆寫這個 最長的一束 這邊是 分點長短 最長的應該還是最下面這個筆畫 這樣才合理 結 已經出現了非常非常多次 這邊倒是 很多結字 那你就應該知道這邊是同一組的 另外一組是下降 你要胸有成左 這一組是下降 如果 如果 寫了那麼多次 你還在邊看邊寫 那表示 嗯 不夠熟練 關 關也是難寫的 寫這個關應該聚精會神 不過如果你真的 練過很多次 我常覺得 到最後都是看你手上花多少時間 那你跟毛筆 接觸多久 然後就決定你寫字的 能力 絕對沒有速成的啦 每次都有人問我速成 我真的是 有點 拿你回答 速成 我就不會一直問我這個問題 那很客氣講 不知道該怎麼解釋 他就聽不懂 他總覺得你寫的不錯 那肯定你是速成的 因為我寫的可能比你好 你就覺得我是速成的 怎麼會有這種奇怪的想法呢 你要想說你是比我聰明 我比你笨 所以你應該 比我更速速成 我這叫慢成 速成 我不太會 你要有這種覺悟啊 所以不要問我 什麼叫速成 我真的不會 沒有速成 不過你要寫這麼慢 怎麼速成 封 寫字是一種優雅的 所以沒有必要緊張 也沒有必要害怕 也不用特別快 我都覺得那些寫得很快的人 有時候是想掩飾一下內心的心虛啊 因為他總覺得快 就是很厲害很厲害 所以我覺得他心虛的點 書法本來就可以快可以慢 不是只有快 表演者通常習慣寫得很快 你寫得很慢 就覺得你 菜鳥菜鳥 寫這麼慢